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次我介紹頭場五班千八賽事 推介給大家的馬膽就是這隻馬主星輝 看看上一次快活谷千八賽事的跑法 看見出集五號黃色衣服三檔出集 輝紅色紫色眼罩那隻馬主星輝 現在比較慢 馬主星輝五號那隻就跟著在黑三十一號那隻楊威四方的後面 現在在尾四的位置落到尾三 一路放頭我看到九號這隻就是神力金剛 馬主星輝其實季內都已經交代過了 那次我都推介給大家 上次其實他的表現都是不錯的 在這次的賽事裏面一路都是守住一個挺好的位置 在後面一條直路殺上來 衝刺就開始回復 不過沒辦法 如正是落斑今場就是實力不強的威慕俑區 一路都在後面 一號那隻就在後面 一會兒兩隻馬一起上去 現在是Mai5 在埋藍那隻就是馬主星輝外面 在外面 組龍色母那隻就是威慕俑區 見到潘頓就開始威慕俑區跟前了一點 馬主星輝也是跟著馬群 現在開始移出去移搭 就在威慕俑區旁邊 已經是一路上去 馬主星輝現在移到外面 其實都很聰明 就是蔡明肖 因為看到剛才在欄裡面 一會兒走上來未必有位置 因為裡面的位置就有威慕俑區 開始進來直路的時候 看到馬主星輝在這裡找位置 蔡明肖不如找到位置 就在中檔那裡 一路就放上來 中間的威慕俑區 似乎質素上就比較好 領埋藍打上來已經解決了 沒有加壞 這場馬就輕鬆鬆被威慕俑區贏了 馬主星輝不錯的走勢 都要跑回第二 這次對著這一大堆的對手 我覺得馬主星輝都可以 有機會 再贏一場 至於腳方面 第一隻推介給大家 就是樂斑的神州飛驅 神州飛驅其實 其實它的質素上不應該差到這樣 之前也介紹過給大家 上次跑得一般 再追多一次 我覺得這隻馬應該 落到五班會有些不同的發展 另外一隻推介給大家 就是一隻瓶火龍 瓶火龍其實今季的演出 梅花眼中 上次跑到第四 之前一次就入過 Q 今次九檔一筆32磅 希仔騎 也是一隻 在這場次上 可以兼顧 最後一隻 也是近方比較好的 赤子鴻心 剛剛的比賽 他就是 贏了近三次 都上到名 何宅堯最近 就當王 2200 可能對他來說 就是長一點 就是好一點 1800 他不是不會跑得OK 看看 制衣場面 可不可以 何宅堯幫到馬 這場推介給大家 就是 馬豬聲輝做膽拖 噴火龍赤子紅心 還有這隻神州飛驅 希望這次五班的千萬賽事 投在投勢 就幫助大家贏得多些 上次我們的 會員成績就不錯 有兩邊三邊 未做會員的 就大家快點 做完我們的會員 OK 大家好 這次炮冷 精算了二場五班千萬的賽事 推介給大家 就是這隻六班的飛騰追 因為有希哥就可以減榜 看看他385場次 這場賽事有多高水準 他都能進入第四名 見到出閘的時候 六檔 八號 紅色衣服 就是飛騰追 現在就在前面 一路跟著 三號那隻 就是有紅利 黃色衣服 然後 12號 藍色衣服 就是中華衛衛 飛騰追 現在就是第三位 陳家興這場馬 都很聰明 一路都是搶前 在前面 搏他 在前面可以走路 搏回一隻位置 但是這場 沒辦法 碰巧那馬 正氣清驅 善傳香港 和皇帝英明 在四班的谷草 都不算善男順女 大家 看看這場飛騰追 的跑法 其實在四班 他都有表現 我覺得他落到五班 還未至於 會差到這樣 即是飛騰追 這隻馬 畢竟還是年輕 不算用到殘殘舊舊 好了 進來直路的時候 有紅利 就看到 在前面開始放鬆 但是 最後的 這段圖程中 正氣清驅 飛騰追 然後飛騰追 就是一隻 全部都在後面走路 飛騰追 後境就不夠 黃帝英明 善傳香港 和正氣清驅 那些馬 跑回提死 看到八號 那隻 所以 其實大家看到 他在四班 對著這些對手 都可以 來到五班的賽事 我覺得 這次的對手 真是有點 所以我就 找他做膽 腳方面 第一隻拖 給大家 就是黃曝永勝 之前推介過 這隻馬 那次跑到直冷位置 這次 用到暴民 希望 都可以幫幫忙 看看可不可以 這次有個六檔 就應該 可以幫到下手 另一隻 推介給大家 就是神經都 合金王 之前推介給大家 這隻馬 贏過 這次有個一檔 124磅 薄個好檔 這隻馬 看看可不可以有好檔 趁連酒都進來 另外最後一隻 推介給大家 應該一定 有賠率的 就是這隻野奇達 野奇達 上次 輸得不太遠 有第五 但是 因為上次有過一檔 二檔 一檔 一檔幫他 前一次有過二檔 看看今次 也有個好檔 之下野奇達 可不可以 就是 拍到一隻位置 你說贏的 就未必 那看看 這些爛門腳 可不可以 趁連 就走進來 因為始終 五檔的 真是甚麼都有可能 提供給大家 下班的非常 最做膽拖 合金王 還有這隻 王鋪永勝 和野奇達 如果未做完 就快點做 最近我們的深水幾號 剛剛的大賽日 我們有兩檔三匹 未踢阿彭的深水 當然要踢 這次的賽事 希望大家贏多些 今次穩膽推介的晚 就是九場三班千二 十號的零例 我們看看上場的表現如何 上場是九檔 這隻馬都頗異形 九檔出閘很快 最快的是他 白色衣服 淺藍色舞 因為沒辦法 他始終都是一隻 跟前置走的馬 他拍九檔 一定要快一點點出來 現在 看到很慘 全程都三四疊 因為這隻馬沒辦法 因為你排檔位 千二都是有少少禮計 全程望空 裡面那隻當然是爽 亮發寬騰 其實亮發寬騰 真的剛剛好 被他這樣放到 被他偷到雞 因為他的跑法 和他的制御 各方面 都比一隻零例好 零例也可以叫做 五彎斜邊 跟在他旁邊 沒有那麼蝕 但是出閘 給一些力資源 全程望空 都是慘的 但是這隻馬 算是厲害 很有鬥心 你想想 有些馬 如果在這些轉彎位 全程望空 斷都是在所難免 但是他真的鬥心 不斷 接著 打來還想著 有機會過 但是前面那隻 由於亮發寬騰 真的放開頭 有個優勢 你想想 後面那些儀勁力 都追不到 後來儀勁力 再出已經贏了 你看 這個位置還想過到他 但是那隻馬 都厲害 亮發寬騰 老馬真的有火 最後都少少回回 結果第一 亮發寬騰 第二 就是我選這隻零例 第三就是儀勁力 其實這組馬 都不差 第四就是大財 正所謂這些馬 這樣跑法 其實他真的有少少蝕 不過沒有辦法 他的當位 這次白當 還有 那個榜都比較偏輕 一二一 我覺得 在這組來說 其實他也有些機會 所以三甲 我預算他 還有他經常都不算很熱 這隻零例 加上田太安劇 大家知道 有時候都會蝕少少 不要緊 希望這隻馬 可以幫到大家 入到三甲 你可以找他 還有Q膽 二重彩膽 三紅彩膽 都可以 九場十號 寧麗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上次那隻自勝者強 是否第三 另外張老師 各方面都有些好東西 推介給大家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食魯 CLS我們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還有最重要是給個like 還有希望大家繼續贏爆馬會 星期三我們繼續贏爆他